各位平时在家都玩些什么呢 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在家打游戏吧 其实呢我也是一个网野少女游戏宅 玩游戏的话虽然手游非常非常的方便 但是在主机或者是电脑上面用手柄玩游戏 我感觉才有操控感和体验感 那说到游戏手柄的话呢 北通这个品牌大概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最近呢我们就拿到了新推出的 北通阿修罗三全黑配色版本的一个游戏手柄 那今天呢就个时期来一把开箱体验吧 市面上呢大部分手柄采用的都是那个 内复制的橡胶材质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款北通的手柄 它的话呢这一次采用的是一个 黑色的一个磨砂的一个材质 除了耐脏不容易打滑之外呢 长期握在手里呢也避免了阴出手汗而造成的握持油腻感 只跟我把处都设有防滑的格纹 弯曲的弧度也非常适合大部分玩家的手型 玩久了也不会折泪手 那我们来看它的摇杆部分 老玩家应该已经发现了这个不同之处 没错 北通阿修罗三呢在左右摇杆外围都各增加了一个业界首创的 BRS技术专利物理变速旋柳 只需要通过变速环加速轮和编码器连接 北通阿修罗三上时装的日本进口高品质ALPS摇杆 即可对摇杆的灵敏度进行调节不用在学游戏中菜单里来回调控了 就非常的方便 两个变速旋柳都有1到7个档位由慢到快手柄中部指示灯也将对应由红色到紫色之间过度 这边的ALPS摇杆还使用了防磨损技术专利 切面平行不与边框接触呢避免了磨损和飘移的情况发生 AVXY按键的机械微动触发形成呢仅0.7毫米 不仅按压清脆而且回弹也非常的快 十字键采用陀螺式8项设计 能直接按出斜方向 按压使用满满的回馈感 真是非常的满足了 手柄上方是LT RT和LBRB键 那么现在看看手柄的背面 在手柄背面可以看到左右各一个小拨杆 这个拨杆决定了LT RT的按键形成长短 这相当于一个物理的限定器 提供三个不同档位 直接由于调整扳机键的键程 在全开情况下呢扳机键又有完整的键程 适合赛车类游戏中精准的控制油门 中档呢会短一部分的暗程 适合在游戏中有场景互动的操作 而在最高档情况下呢扳机键键程就相对很短了 适合各种设计类游戏 开镜和瞄准都可以干脆利落 三段扳机锁的下方呢 还有一对自定义的编程备件 MEMR MEMR和LBRB四颗按键 除了可以像其他按键一样重新映射和功能外呢 还支持红边级连招以及一键连发的设计 最后要说的是 北通暗血罗手柄3的这个配套的驱动软件 在这款软件中呢 我们可以对手柄上的按键进行一个自定的映射 手柄也支持存储四种不同的配置方案 在切换不同预设的时候呢 还可以以不同的灯光作为展示 以做一个区分 除了基本的灯光效果和震动强度 这个调整之外 北通暗血罗3呢 还可以通过驱动软件 精准的调整手柄的明明度曲线 这对于很多高阶的手柄玩家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使用的功能 在调整之后呢 让他们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使用习惯的手柄 那让我们进入游戏来体验一下吧 那我们先来一把极品飞车 像玩这种竞速类游戏的话呢 我喜欢调节到第三档这个档位 那我们先来开始玩玩看看吧 三档的话按起来就非常有油门的感觉 再配上这边的一个变速旋钮 给你们拿个飘移 哦哦哦 sorry 不好意思 好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真正的技术 我飘 不好意思 诶 怎么回事啊 突然有点紧张了 来了来了 哦 我们现在再来玩玩街霸舞 通过下方的八项十字键 可以轻松戳出连招 通过背面的M1键还能实现一键连招 怎么样 立下吧 啊 你很疼耶 你这样 你欺负人啊 谁 啊 耶 不是飞着死的 最后我们来试试战地5 玩设计类游戏 将扒基建调到微档 开枪触发更快手感更好 另外呢还可以调节右摇端的变速旋钮 调节灵敏度就要能够更加精准的锁地敌人 给大家看看我的操作吧 啊哈打不到打不到 可以调节这个然后就可以给疯狂的扫兽了 啊 滑火起来 怎么样手柄玩游戏是不是看上去要比用键盘玩更好玩呢 操控感更好 其实用手柄玩游戏呢 有很多比较好的地方 比如说 背红键啊 联发等 这些功能呢都让我们玩游戏更为爽快 像我这样的菜料也能玩去比较高 这个手柄的价格不贵才三百多块钱 双十一还有优惠叠加 而且除了我这款黑色之外呢 还有白色跟粉金色两款可以选择 另外呢可以买两只给女朋友在家里玩也是不错的 好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的视频 我是视频观看的时期 下期再见吧 下期再见